并将于10月1号上映的电影《王牌斗王牌》里 刘德华饰演的乌龙神探似乎有些倒霉 这个警察其实是一个乌龙神探 就倒霉 而黄小明饰演的企业家貌似也好不到哪去 小明这一次呢点一个大企业家 这有阴气有侠气也有一点二 这样搞怪的两位王牌碰到一起 究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王牌斗王牌我应该是中间那个斗 你给我 两张鬼牌一张就是刘德华一张就放下面 那就是一个王子 怎么样 爆笑的情节加上两位大咖卖力的演绎 是不是让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蠢蠢欲动了